最近香港天氣真是冷 除了冷,還非常乾燥 天氣轉涼,市民除了多穿衣服外 更加要注意防止流感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今天宣布 本地季節性流感抹躍程度自上星期起繼續上升 超越了基線水平 公立醫院亦因流感延長急症輪候時間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王家慶表示 目前香港流行的多數是月形流感 病情比甲型的輕,但市民不可以掉以輕心 本年截至1月9日,共錄得24宗嚴重流感個案 其中10人死亡 同時未來數週,流感活躍程度將持續上升 因此市民尤其是幼童,長者或長期病患者 都應該非常注意個人衛生 勤洗手,多喝水 我們都想呼籲,如果未接種的人士 特別是幼童,長者或長期病患的朋友 都應該盡早去接種季節性流感的疫苗 因為接種後也需要時間 一般是兩個星期才會產生足夠的保護力 好了,過了這段荷蘭的冬天 溫暖的春天就會來到 最後提醒市民流感並不可怕 最重要是有個好的身體 希望大家多出去逛逛 鍛鍊一下身體 讓這個冬天的流感遠離大家 等下